据台湾媒体报道 22岁加拿大歌手小贾斯汀 虽名气红遍全世界 但负面新闻也没少过 许久 打人 样样来 拒绝跟粉丝合照或 《太多傲慢不熟》里也曾发生过 美国时间15日 他在纽泽西州开场 当天释出的影片中 他对拿礼物放到舞台上的粉丝说 我不想要这狗屎 小贾斯汀在演唱会上演唱多首热曲 在Token桥段时 由粉丝往舞台上送上一顶帽子 表达他对小贾斯汀的喜爱 但小贾不太领情直言 这时候你听就好了 别送帽子或任何你想丢到台上的东西 因为我根本一点都不想要这种狗屎 让台下粉丝一片哗然 或许是意识到自己的言论太过火 小贾斯汀马上说 抱歉 或许这么说有点刻薄 接着他又对粉丝开示 表达他只是想借着演唱会拖给桥段 告诉大家把握生命的意义 以及每天早晨醒来都是上帝赋予心的一天 后来他又回神 对该名粉丝说 很抱歉扔了你的帽子 但你毁了那一刻 不过这已经不是小假头第一次拒绝粉丝的礼物 所以消息一出 大家已经不意外了